这个男人居然穿着炸弹背心来打牌 而对手就是这个金刚芭比 同时也是七星之一 就在刚刚 打牌学院又发生了灵异事件 许多同学和老师相继失踪 于是少年们嗅到了打牌的机会 根据流程找到了一所违章建筑 果然同学们都在这里 我去快看 是老酷 然后金刚芭比登场了 就连养的宠物都如此巨大 芭比介绍自己是七星之一 并且也是亚马逊一族的独苗 好家伙 时代表示又一个种族要灭绝了 可惜芭比要找鹰汉打牌 没错 就是这个穿炸弹背心的男人 因为芭比的肤色有些黑 所以三则选择的是 哦不对是不洗牌战术 根据流程打牌前要先嘴炮 芭比表示要进行打牌招亲 三则被吓了一跳 这要输了就是噩梦啊 于是招亲牌局搞起 芭比要先发制人 召唤亚马逊女战士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三则 召唤磁石战士一号 然后无视盖牌 让磁石战士发动攻击 虽然搞掉了女战士 但自身却被扣除生命值 芭比解释女战士效果 战斗受到的伤害 由对方承受 简单来说就是碰磁背 幸亏三则怪兽攻击低啊 接着芭比发动一族的自尊心 可以从牌组召唤出铜铃卡 三则简单盖牌结束回合 突然金刚芭比居然在撒娇 而高冷值男则无视美人计 于是芭比动用肌肉抽卡 召唤亚马逊的吹哨兵兵 这一刻三则紧急叫停 发动磁石力量 效果是变成装备卡 装备的怪兽会带有副磁性 会与自带磁性的怪兽发生反应 而正好双方的磁性是正负极 于是因为异性相吸的原理 双方怪兽要强制进行战斗 关键时刻芭比发动亚马逊诅咒 可以让双方攻击进行互换 于是女少兵轻松搞掉磁石战士 三则的生命值降到2700 而芭比的攻击则还没完 女战士提刀就砍 三则差点进入风中残烛 而芭比则开始搞三则心态 三两句就撩到三则破防 芭比表示要带三则回村 那咱说你们倒贴彩礼不